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 有嗎? 舉個手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 請放下 前面這邊都還有位置喔 那可能很多朋友 也許是第一次來 有一些朋友都是之前有來過 那不管有沒有來過 我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哲舞這個論壇這個活動 哲學星期五其實我們 其實是由一群志工所組成 那我們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希望把事情討論清楚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在台灣我們習慣 我們看到很多的公共議題 那我想大家可能 你會習慣在網路上發表意見 可是或者你習慣會看電視裡面的 這個談話性節目 不管它是嚴肅的談話性節目 或者是很綜藝的談話性的節目 那我們會習慣去看這些東西 或者去做一些評論 可是我們也可以發現 我們討論的或溝通的品質 好像其實沒有那麼好 那所以我們就是認為說 像透過哲學星期五這樣的一個問題 也許我們可以把一些 值得我們去關心的一些議題 因為有社會上很多人默默在付出 在做一些事情 可是其實不會被我們主流的社會所看到 包含像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主題 要談這個主題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NGO的團體 也就是說像一些非營利的組織 非政府的組織 他們在做的事情可能 社會上很多人不會看到他們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透過像哲學星期五這樣的一個舞台 小舞台啦 不是大的舞台 然後讓更多人了解說 現在有哪一些值得我們真正去深入關心的議題 那面對這些議題 我們怎麼樣好好的把它討論清楚 因為可能面對議題 你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那你不能只有一種意見 那我覺得透過哲學星期五 其實我們就很歡迎大家表述 表述或表露出你不同的態度 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意見 可是在表達我們不同的立場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真正的 透過這樣一個平台 然後來討論說 那對於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態度 立場的時候 我們去尋求一個共識 我們去尋求共識 然後透過這個 像哲五這樣一個論壇 我們可以好好把事情講清楚 那所以我們就有這個哲五的活動 那哲五在台中其實 從2014年的1月開始到現在 也將近快兩年的時間了 那所以我們其實就透過一組志工在組織 在經營這個論壇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也是非營利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 待會要離開的時候 也歡迎大家可以把你的那個 零錢啊 小超之類的 歡迎大家投到我們衣柱鄉裡面 當然我們哲五是不收費的 你有興趣才投 不用強迫 那基本上就是哲學進去 那我們哲學進去其實有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應該講什麼 一個習慣 那因為我剛剛講過 可能大家會彼此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因為其實我們找人來分享 會以這些團體或個人 他們的主題為主 那所以其實我們還是希望說 每個人可以做一些表達 那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做表達 所以我們會在一開始就是讓大家自我介紹 在自我介紹的過程裡面 就可以開始表達你對於議題的看法或意見 簡單的講就可以 不用太長 10秒到15秒把它解決掉一個人 那你如果自己背後也有其他的團體組織 或者是你想要宣傳的一些很重要的議題或事情 你也可以工商服務都沒問題 自我介紹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希望大家來參與你的活動 或者你的團體組織 都不用客氣好不好 那我想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好不好 從這邊不用客氣 很簡單10秒鐘告訴一下 當然你是誰啊 你是誰啊 來自哪裡做什麼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談一下 你對議題的看法 不用太長 10到15秒 那我先給我介紹一下 這個小弟叫劉宥文 也是本身也是 那個台中文職務行組合成員 他本身也是那個鐵道花協會常務行事 那這個參加這個活動等於說 那等於說也是聽聽別人的看法 也是最重要就是說 要結合在地文化法 在地的資源留下來 等候在子孫 謝謝 團下去 有聲音有聲音 剛剛我的名字叫何真理 然後我現在是上班主 我愛人是第一次參加哲學信息 第一次來哲務 怎麼會知道哲務 我是在臉書上 臉書上 OK 大家好 我是來自雲林的警察 雲林過來 對 專程 我是普通人 我在雲林渡輸 然後 雲林也有哲務 然後普通也有哲務 我都有參加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沃爾誠 我是市政府委託外刀的雜誌 他會一直攝影記者 那待會大家看到我在拍照 是不是我的存在 謝謝 影像工作人 大家好 我是很多人 叫我介紹 那因為比較好 在這個 製作的製作 製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沃爾誠 今天30歲 桃園人在沈江工作4年 今天沒有做最項的 一頂同課 所以 在這個 大家好 我叫黃碩 台東人 如果要大學 已經進去年級 那高中紀念 要跟高中同學創大串流 電子雜誌 然後因為這次 串流 對 串流 那是校灘雜誌 其實它是學生的獨立堂 獨立堂 對 那這次就是因為 我對你 找的一些同學 你這樣用 學道士的話 就來幫你 好 還有 大家好 我是台北人 然後 然後因為十小孩 其中一個是我長的 所以我這裡來幫他講 OK 好 大家好 我是台東教育大學 台灣理論文系 台文系 今天只有你來 沒有其他同學 今天 因為你們通常都是一關的 你第一次來嗎 對 你第一次來嗎 嗨 我是台北學 然後是高三學學 好 大家好 我是林中信 然後我是 現在 在念 紀大東南亞 第一年級的學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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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要做劉玉 因為我下個禮拜 來做我介紹的時候 我就坐著 然後我突然覺得說 我們既然要做我介紹 應該是要站起來 真好 對 非常好 對 所以我們就給你做 你要站起來 那 就我現在在工作 然後我很認真地介紹 就是 新同好又來 這樣子 那我希望我以後可以 每禮拜都來 沒有辦法 每個禮拜都來也沒關係 對 其實禮拜五是很珍貴的一個黃金的時段 TGIF 就是 所以 所以你如果禮拜五 有其他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要鼓勵大家去參與 你覺得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好 那個 我是那個台中市政府新聞組裡面 台中市政府新聞組 台中好新聞月刊 舉行這種貼心 讓你們說 欸 今天來時間是因為 這是我們即將 工商人物來了 對 是一月 不過後面可能會壞掉 這我之前剛剛開貼紙會 OK 那我想說 在乎各位 如果是台中的老朋友的話 應該都看過我們的貪物吧 那這是一個希望是 能夠以台中人的在地的生活為主的一個貪物 這樣我們是市府貪物 嗯 那我們在十二月的時候 希望能夠做台中的貪物 就是律空 你知道這個合建計畫 是 你這個專業 所以我們今天來是 你給我們 我們的經濟來 今天做採訪 謝謝 城中城嘛 那個再生 我們這一次會先講生後 那現在是我們會講 一圈 大概九個之中是再生 OK 好 歡迎大家都看一下這個雜誌 介紹我們台中在地的 大家好 我是跟銀珍來的 就是我們也是 就是一起做通照 是 那我平常 對我住台中 然後我平常在下地的 那我對這個疫情其實關心很多 所以就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 關心植物也看了很久 然後今天終於來了 OK 然後現在是大家來 好 大家好 我是回家會 是附在台北的台中 附在台北的台中 對 對因為今天剛好跟妳知道什麼吧 是很好奇的台中 對 那平常其實呢 雖然出來 雖然有附台中 但是大附在台北的生活 其實 對台中 沒有事 對 久了就陌生了 所以要查回來 對 其實我常回來 但是回來都在家裡 很想很出來 對 我常常說今天做過這個活動 可以嚇一跳 又來不去殺你 什麼人 什麼人 這邊嗎 笑的 對對對 對對對 這邊有嚇一跳 這樣有很新的學生 笑的有機會 你知道我可以常常來 可以來回春一下 好 對對對 不用問話我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東角建築系的林芳 然後 因為我的設計是有關鐵盤的 我是來收集大家的意見 先找靈感 好 歡迎大家 殘愛哲午來找妳的靈感 妳可以找子彈 大家好 我叫林芳品 那我今年剛從東海社工畢業 然後 就是 自己照為台中人 所以就環觀俱藏人 然後 所以今天 就在社工 社工CP 也現在做社工 對 大家好 我名字叫做 劉沛君 是台北人 剛八月到台中來工作 新移民就對了 對 沒錯 所以就是多多了解台中的文化歷史 然後認識新朋友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陳姓偉 我是那個 獨法局 我們今天第一次有這麼多這個 市府長官來到這裡 今天是因為那個 陳范今天有 這裡帶有去我們那邊發 窗戴 就是 有做過廣告就對了 對 今天發明一下這樣 我們希望說民間跟官方 有多一點的對話跟交流 大家好 我是 我是最近 在這附近新開的一間紀念館 叫做 林之座紀念館 多介紹一下 這是怎樣 林之座紀念館的 該怎麼說呢 我的頭銜名稱是叫做 林運經理 但其實就是校長間壯中 然後掃地間管理員 這樣子 就是 它其實是屬於台中教育大學的財產 但是它就是後來被文化局列為歷史建築 對 但是因為其實現在的這些 無論紀念館或是博物館也好 其實這部分都是要靠自己的領域 那我們也逃離不了自己的領域 所以我其實在紀念館做工 就是在最後的時候 就會跟剛剛的主持人一樣 就是都會來一個木盤的動作 就是我們也是要靠木盤來圍生長 那其實我很高興就是很多人不曉得我們 只是我在這個地圖裡面有發現我們 好 那這個紀念館什麼時候開始的 其實是在今年的6月6號開展 今年6月開始 就是正式的就是對外營運的話 就是大家都可以直接 不會預約過來三萬 是在7月11號 對 然後其實因為明天有 我有邀請一個畫家 過來這邊看展覽 然後我剛剛才付展展示 然後就有個主持人 好 展覽什麼時候開明天 明天 好 歡迎大家可以過去看 地址是在 其實是在那個 台中醫院的隊 那個柳川西路你們知道嗎 柳川西路 柳川西路 就是柳川西路跟那個 明天路的交叉口 好 所以是在城球地址院的 那附近 好 OK 大家有空可以過去看 這個工商服務比較長一點 沒有 因為他們新開的 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看起來我年紀是最大的 雷拉 我當阿嬤的 但是你的心境比較小的 對 我是台中市文化師工 文化師工 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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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互相溝通了解 彼此學習 沒有 沒有 大家互相溝通了解 彼此學習 對 大家 我是東海 客中醫院 好 好 接住 大家好 我是目前住在台中的台北人 然後 接住 目前住台中的台北人 對 在工作 來念書 念書 好 目前我想要 就是今天我想要來節目 是因為 呃 在 台北 呃 去看看 就是有關於 建共組成事這件事情 對 為這些想像 就是獲得更多的答案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小新 那 我是台中的 那 我是 那 我是 我是 玉通也到其實還一直都有在關注 因為它其實 代表是中區再生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 所以我來這邊就是要來關注一下目前最新的業績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對 然後我現在在大選到第二章 然後 我聽到過來就是 其實想要聊天的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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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李嘉燕 然後 在台中 那時候很久很久 但是 多久 哦 又記得開 哦 這麼久了 對 就這樣 大家好 我是東海社通的紅刺育 然後今天會來參加這個是 因為我小時候我們家高雄也是有高雄趕 然後小時候都印象說那個火車開過去 可是最後那個鐵道現在也沒有再開了 然後 比較好的會變自行車道 然後比較高級一點就變輕果 那 可是剩下的鐵道的話 輕鬼聽說今天開始 對 今天開始 那 但是比較多的孩子都是流於荒野漫長 所以想說 那樣子小時候在追逐火車的記憶 有沒有辦法 用那種方式來存在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玉禪 我台北人想要來台中當新一名的女神 大家好 我叫王慧成 那我 有機會會來參加這個演講 因為 在 前幾年 我 剛剛發現我周遭的一些老建築跟老樹 都不見消失了 被有意 跟 被有意或者無意見被政府的財團 把他們摧毀掉 然後我就 就是因為這個因機緣 所以我有參加 玉通鐵道著線計畫 還有看到他們的 最終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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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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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 那 就是因為 有在導覽 玉通鐵道這個 這個 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 其實台中 真的有他們內涵 台中是一個文化之都 然後從 早期 清代 到 以至於到日治時期 他所累積的那些人文 簡觀 這個 這個 歷史的記憶 真的是值得我們去挖掘 也值得我們 讓 後代 必須讓我們後代 去 知道 他的始末 去了解 為什麼 我們在這邊 生活在正太土地上的一個 一個 一個過去 那現在在這五個財團 他們有意 無意之間 把他撐回掉 所以我覺得 希望大家 能用自己的力量 把他 再把他入線回憶 再把他記憶 再把他找回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從 嘉義來 聽一下 嘉義 然後 因為 我是一個作家 然後 是 那個 我會來這邊 是因為 我們 我今天 有辦了一個 戶外教學 然後請佩奇做導覽 所以我忘記給他導覽費 好 所以 所以專程來送錢 對 專程來送錢 然後 而且覺得這個職業心 非常有趣 主要是 我是台中女婿 就是 我 我太太 他們家 有一個老房子 在中山路上 所以我們現在 要處理這個 老房子的問題 所以現在 我們在關注這邊的活動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TC FreeWalk 台中免費城市 小旅行的發起人 可以 我們就有建議 就是很多導覽活動 就是活動結束後 就是沒有程序 持續經營 然後希望 就是一個固定的時間 讓大家來到台中 可以就是 參加我們的活動 然後我目前 是在 WTC FreeWalk 你看到我們這穿著 綠色這個 就是台中 對 台中 台中的免費城市小旅行 這個T恤 然後就可以去上去 跟著我們預約 免費城市小旅行 跟著我們機種 然後之後 我們11月 會有一個賠償的活動 因為我們希望 更多人帶領自己的導覽 然後 培訓更多導覽員 自己帶自己的朋友 很好 非常好 大家好 我叫洪柏勳 那目前就讀 中興大學歷史系 那 然後來這個活動 其實是因為 昨天 台中文 台中文史復興組合 有來我們學校 就是做那個演講 所以就 就是今天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今天繼續聽 對 是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林芳主 然後 是朝陽傳播 是三次的學生 然後 我希望是 我每禮拜都可以 來聽哲學 或學的東西 好 來哲誤也算輸壓 你是中興景觀 系的學歷史嗎 蛤 怎麼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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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還蠻瞭解的 然後正廷有在關注一些城市共主 或者是市民財產品 然後我也要工商服務一下 好,沒問題,趕快 11月4號到10號的時候 我們的20號商戶有一個社會企業的 就是這樣,這樣 大家可以來看,謝謝 大家好,我叫神明娘 我也是神明娘 在美國長大28年 然後花天復住 好 後面還有沒有,沒有沒 只有這套到 來 這我最喜歡最主動的 謝謝 大家好,我叫劉玲芳 我上禮拜第一次來學的 是 我可以聽到很多就是 關於台中 就是在台中很多人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這樣今天也得到很多人 希望能夠 待會跟我的小朋友一起 好 是不是這邊還有沒有介紹到 大家好,我是 我是四豪 然後我台中人 可是現在台北上海 然後可是在台北的時候我發現 雖然台北很繁榮 可是他 的一些古蹟都有保存下來 可是台中他就是變成是 在台中 來台中 現在朋友來的話 通常都不會走 走古蹟的路線 都是走比較幸福 之後建好的一些建築物 像亞洲大水的一些樹木 那些 所以我覺得台中 在這方面跟 那位比起來 是比較 比較 不足的地方 但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 現在的一些 一些商店啊 就開始有在從這方面再努力 我覺得這還不錯 謝謝 我們大家都有在努力啦 我們 從民間社會 我們自己也多做一點努力 可以造成一個小小的變動 這邊還有一位朋友 是不是沒介紹 大家好 我叫王玉秀 我之前是 純約折舞的志工嗎 喔 純約折舞的志工 對 這樣可以到 不是台中人 然後回台中人 所以就行 好 已經念完書回來了 對 歡迎加入我們這個 那 還沒有人沒介紹到的 都介紹到了 那 其實剛剛 有人講說 其實 可能 覺得說 可能 很多第一次來 然後覺得說 在這邊 我們常常介紹一些 很有趣的人 他們做的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 他們做很多事情 沒有被 主流社會給看到 可是我們其實 我覺得 大家透過像折舞這樣的句子 你會了解說 你不孤單 所以說 你會覺得說 可能 也許自己做的事情 現在是小眾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慢慢聚集 那這個層次就會變 變得不太一樣 那變得不太一樣 它會變成大的改變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很孤單的感覺 因為我們這裡聚集的是 孤單的靈魂 對 那所以 就不用擔心 然後會造成一些 不一樣的改變 好 那 我想說大概 大部分人都介紹過 那我想說是時間 就交給我們今天主持人 好嗎 給各位課 來 歡迎各位課 謝謝 謝謝